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Dynamic類型的效果器 下一個就是DYN3的DEXER 這個時候範例我們使用一段Vocal來做範例示範 這樣各位比較清楚 好這個Dynamic類的DEXER在這裡 它沒有太複雜 然後它的主要功能 我以前在德智在學的時候是 就是說通常DEXER是用來處理我們人聲的口水聲 就是Vocal的口水聲 那如果是唱英文的話 可能那個S都會有那種口水聲 這也是口水聲 那所以它可以針對一個特定的頻率去讓降低你的口水聲的音量 那所以它這台DEXER的一些機制沒有太複雜 Level, Input, Output, Gain Reduction 一樣道理 好有個Option在這裡 然後再來是這個DEXER 你是可以先去調整你的特定 你要刪除的頻率 然後在這個Range是你要刪多少 有沒有 所以它能動的就是這兩個 Sorry 然後呢 它還蠻 應該說蠻容易上手的原因 是因為你可以使用LISTEN這個按鈕去找到你想要消除的哪一段頻率 譬如說我現在播放的話 現在是Range如果開到0dB的話 這個DEXER是不會起作用的 好你會發現這一段Vocal那個說說都會有一個口水聲的感覺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LISTEN來聽聽看 然後按完LISTEN後我們就可以調這個FREQUENCY 它會只播放我們調到的特定的頻率 好 有什麼想說 有想不用說 有什麼說錯 有什麼說錯 我們都這樣 裝得很強強 有沒有 你可以利用這個去聽看有沒有比較突出的口水聲 那當然在這段Vocal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不過我們等一下隨便調一個地方 我們聽一次你就會知道 其實聲音是完全被消掉 那個頻率完全被消掉 我們在LISTEN聽一下7K左右這邊 8K好了 好 這時候我們一樣喔 現在是沒有作用的 有什麼想說 好像不用說 好 再來有作用 有什麼想說 好像不用說 有沒有 如果RANCH開很誇張的話 整個就變有點大得頭 有沒有 就高頻都不見了 這特定的8K這個聲音都不見了 所以就變得很不自然 所以通常我們在做的時候不會很誇張 有什麼想說 好像不用說 有什麼說錯 好像又沒錯 有沒有 所以如果DESA用得好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在 在很快的時間內 讓你的Vocal的那個整體聲音變得乾淨許多 就那個口水雜聲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整體會變得比較乾淨 好 然後另外一個Option是 High Frequency Only 這個是用來做 就是你砍就是 只針對高頻的頻率去砍 有什麼想說 好像不用說 沒有嗎 有什麼說錯 好像又沒錯 我們都這樣 所以這個方 這個方式是 會讓你可以 用一個比較保守的方式去做DESA 就只有針對高頻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想要 只想要砍一點點 然後但你Range 可以利用 High Frequency Only 這個方式 然後Range開大一點 其實會 可能也是一種方式 不過各位可以試試看 不過通常 我們在用的時候 這個通常都是關掉的 不過各位可以做一下實驗 好 這就是 DYN3DESA的一個 基本的 主要用法以及介紹 OK 好